金鱼 镇江的金鱼五十多岁了 还没有孩子 在金坛以教书为业 她的夫人除钱 买了林家的女儿给她做妾 希望能生个儿子 金鱼回家时 夫人在房中摆上酒 让林女相陪 把买妾的事告诉了 金鱼听到后 立刻面红耳刺 夫人还以为是自己在 丈夫不好意思 就出去把门反锁上 金鱼翻窗出来 对夫人说 你虽然是好意 但这个女孩小的时候 我还抱过她 一直希望她能嫁个好人家 我现在又老身体又不好 不能委屈了她 把她送了回去 第二年 她的夫人生了一个儿子 就是后来的文西公 十七岁重击人 一直做到宰相 马峰翁 马峰翁中年时还没有儿子 娶了一个妾非常漂亮 可是每次梳头时 见到她过来都要避开 马峰翁问她为什么 她说 我父亲在任职期间去世 为了筹钱把尸骨运回家县 只好把我卖 我没能在规定的日期里 为父亲枯煞 就用白带扎住头发 以示罪孽 因此 猪头时 就避开你 马峰翁为她的遭遇 感到难过 当天就把她还给她母亲 买妾的钱也不要了 还资助她们一些路费 母女俩哭着代谢而别 当天晚上 马峰翁梦见一位天神对她说 上天会赐给你一个儿子 福折如流 涓涓不止 第二年 果然生了个儿子 就起名叫马峰 后来中了状 高峰翁 扬州有一个姓高的人 原先没有孩子 在金口经商上 介雨的旅店房间中 常闻到一股安息香的味道 一天 墙壁上忽然伸进来一只 她悄悄观看 发现隔壁有一位独身的少女 去向店主打听 原来正是店主的女人 就问为什么还没有出嫁 店主说 很难找到合适的女婿啊 几天以后 高先生在周围邻居中 打听到一个合适的人 告诉了店 店主觉得还可以 只是嫌她没钱 高先生说 我可以借钱给她 当天就为他们做梅 并送了几十两子 高先生回到家里后 梦见天神对他说 你命中本来没有儿 现在赐给你 就起名叫全 一年后 果然生了儿子 后来中了进士 一直做到上司 钱张者 比铃有一个人姓钱 复古欲方 乐善好事 但却没有孩子 乡里有一户姓鱼的人 受到有权势人家的逼迫 只好向他来借钱 钱先生没让他写字句 就把钱如数给了他 事情平息后 于某带着妻子 女儿前来致谢 钱先生的夫人 见到于家女儿 长得漂亮 就跟他们商量 想让自己的丈夫 娶她为妻 于家也非常乐意 钱先生知道了说 在别人困难的时候 提出这样的要求 这是不仁厚 本来是要行善 却夹杂了自己的爱欲在其中 这是不明智 赶紧把于家的女儿送 当天晚上 钱夫人梦见天神对她说 你丈夫品德仁厚 将自愈你一个贵子 一年后果然生了儿子 起名天姬 十八岁时 在乡氏惠氏中 接连告继 富翁哦 不见有位富翁 没有儿子 娶了很多漂亮的姬妾 她都没能生育 当时有位官员 学家建富人 途中妻子死了 贷的钱也花完了 女儿哭着说 母亲的尸体都快捕烂了 不如把我卖了 将母亲安葬 剩下的钱给你做漏费 等你任期满了 再来赎我 她的父亲说 我只有你这么一个女儿 怎么忍心把你卖了呢 女儿说 除此以外 再没有别的办法 于是哭着 把她通过介绍人 卖给了这位富翁 得三百贯钱 富翁并不倾服其中的缘故 他见这个女子端庄闲静 举止不同常人 虽然用白带扎着头发 却并未流露出伤心的神情 问她情况也不说 就去问介绍 直到详情后 富翁就把她送还给她的父亲 她的父亲因为卖女儿的钱已经花掉 担心没办法偿还 富翁就让她不必还了 还资助入费二十百块钱 不久 这位富翁的正妻 生了两个儿子 年纪很轻 就都中了进手 劝求受者 人体有经验 就像树有树直 灯有灯有 争多就会茂盛 上识就会枯萎 解脱要门说 修行人 若几十年都没有动过预念 精髓就会凝结 逐渐成为奢利 道家的书上说 若能不动预念 人体的三脚内就会产生精气 使各处精脉得到滋养 苏东坡说 损害身体的事情虽然不少 但好色者必定找死 无奈世人在淫于关头 对于他的危害到老都不能写 每当萤火发动时 就会产生欲念 欲念升起就会损耗精气 精气受到损耗 萤火就会旺盛 彼此互相引发 从而加速死亡 更有人服用壮阳的药物 助发愈活 肩酌无伤 对身体的损害更为重 至于因为淫欲而亏损因得 被上天削减寿命 就更不必说 有志于健康长寿的人 岂能继续踏上这条自我浮灭之路 半县 唐朝有一个姓范的人 精通力术 他推散自己 到了来年秋天 寿命和服务都会结束 当时他接到了朝廷委派 要去江西任 就拜访了一位算命先生 那位先生对他说 你明年七月寿命将近 何必去这么远的地方做官 范卯说 我也知道是这样 不过还是想得到一点愤怒 为女儿置办嫁妆 范卯上任后 买了一个婢女 问到她的情况 直到她姓张 父亲曾经在一个地方做官 是她成贤的朋友 她为朋友家庭的遭遇而感叹 说 我的女儿不愁嫁不出去 就为朋友的女儿 找到一个不错的女儿 用为自己女儿准备的嫁妆 把她嫁过去 范卯任职期满回到京城 又遇到那位算命先生 那人见到他非常吃惊 问他是什么原因 任成了寿命 他就把这件事说了一遍 那位先生感叹地说 你现在的腐兽难以限量啊 后来范卯做好了几任官才去世 王卯 昆山有一个秀才的儿子王卯 年轻时遇一位邻居家的女子私下相好 两人往来平凡 她父亲多次折打 却还是赶不了 一天她因为浴室过度 胸部受了内伤 得了吐血病 怎么治都不见效 结婚刚三年就死 她的妻子很伤心 几年后也死去 南宋开喜初年 简中的近世王行安 身体虽然虚弱 然而刺身严谨 清心寡欲 他的表弟沈某身体强壮 肆意与寻花问了 王行安屡次归欠他 可他还是不听 一天沈某从外面回来 看到自己的妻子与别的男人在一起苟子 想起力气击杀二人 手臂却忽然抬不起来 长叹一生死去 当时只有三十一岁 丁某冬天 王行安得了病 请道士涉战欺负消灾 道士向天神鼎咒 俯伏在地上很长时间 起身说 查您的寿命原来只有五十岁 因为两次不遇别的女人发生私情 所以又厌长了三十六年 后来果然活到八十六岁 劝遇难者 在动荡不安 颠沛流离的年代 能保全一个夫女的真结 功德必然加倍 损害一个夫女的真结 罪过也会加倍 一得一失有天渊之别 必须严格自律 勉励行善 汪一清 明朝家境默奈 张州的秀才 汪一清在动乱中被反贼抓住 当他看到反贼 绑来的一位妇女 正是某位学友的妻子时 就认成自己的妹妹 要求把他输出 得到允许 反贼把他们两个关押在一间房子里 经过一个多月 汪一清没有起过邪念 后来这位妇女被疏离 她的学友哭着向她礼拜 表示感谢 不久之后 汪一清就重了近视 张文起 明朝末年 福建的张文起 与周某在山中躲避贼寇 来到一个隐蔽的地方 现已经有一个少女躲在里面 少女见到他们二人进来 非常惊慌 想躲到别处去 张文起说 你现在出去肯定会遇到贼寇 我们俩都是老实人 绝不会侵犯你 半夜里 周某想善有这个少女 张文起极力阻止 才没有发生 天亮以后 张文起担心周某再许歹逸 就陪少女一起出山 等贼寇退走后 立即找到她的家人 来接她回家 张文起后来娶了一位姓黄人家的女 嫁妆很丰厚 见到自己的妻子时 才知道正是在山中一起避难的少女 后来生了两个儿子 都中了进士 祠州 周子 清朝 康熙 鬼卯 祠州 发大水 有人架着船 救起一名少女 想监吾她 这位女子 正是当年想强奸自己的人 心中十分被奔 哭着告诉送嫁的人 就丧掉死了 劝医士 淫欲冲动的念头 别人难以克服 医生却很容易打消 为什么呢 人们想到生命的时候 欲念自然变大 而医生每天所见的都是病人 这是七一 别人因为不懂得养生 所以才中欲伤身 而医生却精通调舌保养之道 这是七二 男女的身体本来是一个皮囊 里面装的都是屎尿浓血 至因为被异成皮肤包着 所以瞒进天下英雄 而医生看病首先要找到病人 无疑于动见人体的五脏六腑 这是七三 好自为之吧 聂崇志 宋朝家幼年间 黄信国在益州担任判官 有一次被盗的民间 民间的官员问他 你在益州做官 当地发生了一件美事 你知道吗 拿出一个记录布给他看 原来是医生聂崇志 在某年某月某日到华庭的杨家行医 拒绝与姓里的女子发生私情 上帝下令给他增加三十六年的寿命 让他三世子孙都能考取功名 后来都一一应业 陈医司 鱼干的陈医司 曾经救活一个家境贫寒的读书人 这个读书人很感激他 有一天傍晚 陈医司到浙家借树 恰好读书人出门了 读书人的妻子想来陪他过夜 陈医司欲拒绝 他说 这是我婆婆的意思 陈医司说 不可 夫人停留很久不愿离去 陈医司说 不可 不可 后来几乎不能自视 就拿出笔写道 不可二字甚难 天亮后 陈医司告辞离去 后来他的儿子参加科举考试 考官想放弃他的文章 忽然听到有声音连说 不可 就又仔细读了一遍 决定不愿录取 那个声音就大声说 不可二字甚难 不得已 考官勉强录取了他 等到发访后 陈医司的儿子前来拜见考官 才知道其中的原因 劝商農公骨 身为商人 农民 工匠 店主 应当想到 我们靠着每天的经营 或是自己的手艺 披星带月 不必寒暑 不过为了挣钱而立 他人有妻女 我也有妻女 他人有姐妹 我们也有姐妹 他人若起恶念 我必切此怨愤 我若稍有谐心 别人也会咬牙痛恨 亲眼目睹有人犯下奸淫罪行 或是因病身亡 或被官府追查 家庭破败 甚至卖儿卖女 倾家荡产 至因为余念之差 已至如此下场 我当尽着醒悟 断除此种邪心 见到妇女时 年老的想成自己的母亲 年长的想成自己的姐姐 年少的想成自己的妹妹 年幼的想成自己的女儿 不谈闺房之事 不看邪淫之书 并且要步步居阴功 实时心方便 这样自己的福寿自然天天挣扎 子孙自然兴旺发达 世间上的便宜是 债也没有比这更大的 木商贸 明朝家境末年 一心有一个贞洁的寡妇臣氏 相貌美丽 一个木材商人见了 多方眼诱 都被他言辞拒绝 这个商人就在网上 把木材扔到他家院子里 然后到官府诬告他偷盗 又贿赂、差役、欺辱他 想以此迫使他屈丑 臣氏日夜像画像中 身骑黑虎的玄坛元帅 赵公明祷告 一天梦到神说 我已经命令黑虎去惩罚他了 没过几天 木材商人进山时 有一只黑虎跳厨 越过几个人把他给吃了 王秦正 楚州 有一个人叫王秦正 和一个妇女私通 两人约好一起私奔 又担心会被她丈夫发现 不久 这个妇女害死了她的丈夫 王秦正很害怕 就跑到江山县 以为可以逃脱了 饿了就到一家饭馆吃饭 店里的人给他准备了两份食物 王秦正感到很奇怪 就向店里的人训问 店里的人说 刚才有一个披着头发的人 跟着你 不是两个人吗 王秦正直到是死去的怨鬼 就到郡里自首 认罪服法 麻春二人 麻春由甲乙二人 两家住得不远 甲迷恋上一个寡妇 她的妻子对她非常怨恨 乙让自己的妻子去挑唆 趁机遇她私通 时间一长 乙的妻子也非常不满 一天晚上 甲在寡妇家渴了 急着回家喝水 到了家门口 忽然听到乙和自己妻子说话的声音 心中大怒 就到寡妇家拿了一把斧子 准备把二人砍死 经过乙家门前时 想先引乙的妻子来报复 乙的妻子怨恨丈夫不回家 也就顺从了甲 遇她苟合 当时已在甲家 估计甲快要回来 就想杀了甲 长期占有她的妻子 拿了一把斧子守在门前 忽然听到自己家中有男人的声音 急忙回家敲门 甲拿着斧子跃出 已拿着斧子砍入 双方在夜色里大声叫喊 邻居们拿着火把全来嵌住 你看见奸夫是甲非常痴心 问甲说 你从哪里拿的斧子 甲说 我本想砍掉你这个奸夫的头 但因为我也侮辱了你的妻子 姑且饶了你的性命 一说 我什么时候接应过你的妻子 甲指着已拿着斧子说 这不就是我家厨房里那么缺饼的斧子吗 一一时说不出话来 大家都说 这是上天的报应啊 一哄而上 葛阿吉 康熙及友林 昆山有一个人叫葛阿吉 遇一个姓邱的人的妻子私通 两人时常相会 一天葛阿吉对他说 我干脆把你丈夫杀了 您觉得怎么样 女人听了很生气 阻止他这么干 但当天晚上 葛阿吉就拿着刀 到邱氏家中 他的妻子也没有察觉 葛阿吉趁着天黑用刀砍去 恰好姓邱的人上厕所去了 结果误伤了他的女人 姓邱的人就告到官府 最后葛阿吉被斩首示众 南京公某 康熙新二新亥年 冬天 有一个南京来的工匠 租住在昆山 遇一个卖面人的妻子私通 她丈夫发掘后 就把她搬到另外一个村子 没过多久 这个工匠也搬到那里 一天晚上 卖面人从外面回来 听到工匠和自己妻子说话的声音 就悄悄把门打开 在黑暗中用街面的刀向工匠砍去 正好砍中他的头部 把他连着被子捆在一起扔在床下 卖面人一位工匠已经死了 就去敲开邻居家的门 取火照明 回来后把他的妻子也一并杀掉 可是那个工匠却不见了 第二天有人向官府报告说 某处颅尾中有一个死人 血流遍体没有衣服 只裹着一条湿棉被冻在了一起 派人前去查看 正是那个工匠 死的地方与村庄相距一里多远 中间隔着一条大河 看来是裹着棉被渡河时 冰髓涌入受伤的头部 而自死 张府 太昌的张府 平时就把奸淫抢劫的恶行 梁家妇女有时也被他奸污 后来他投靠了俊成一个高官家 更加横行霸道 康熙仍悟年 秋天 受害者列出他做过的阿世 向提督控告他 官府经过审讯 查获犯罪事实 将其言行拷打 带着家所在 旅门示众 下令指导 下令指导 死了以后 才把他放开 劝欠倾侠 秘女荣心送旧 常污纳告 可以说是天下最污浊的了 可是世数之人却乐此不疲 真是太奇怪了 至于那些同性恋者 宠爱难受 宠爱难受 就更是多此一举 有幸身为男人 不会被人所污 却在本来不会受污的地方 非要想方设法被人所污 赵刘二子 宛平人赵林 有一天陪同刘方远 在一个妓女家饮酒 这个妓女过去的相好 王忠义也来了 刘方远遇她斗殴 将王忠义打死 官府直到后 刘方远就让这个妓女说是赵林傻 结果赵林却被处死 一天刘方远正在宴请宾客 客人忽然揪住她的头发 用赵林的口音骂道 人是你杀的竟然嫁祸于我 我已经在阴间把你告了 阎王马上就会来抓你 不久刘方远和这个俊女 就都死去了 张崇义 康熙辛亥女 山西永宁州的银匠张崇义 和一个叫五根儿子的鸾铜搞铜性恋 痴碎都在一起 一天张崇义喝醉鲜碎了 跟儿子看见铺子里有之前的物品 就把张崇义打死 偷了东西逃走 当时正值五根 他逃到东门 城门还没开 早晨将其抓获 判处死刑 立即执行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